诶 这里怎么会有一颗钻石呢 应该是旁边这位村民了吧 哎呦 这也太奢侈了 居然直接把钻石丢在外面 换作我早就放进保险箱里面了好吧 果然 有钱人的快乐我想象不到 诶 等一下 刚才怎么又有颗钻石掉了出来 难道说 那颗钻石是从这里出来的 啊 这 这还真是从这里掉出来的 我说这个村民怎么这么有钱呢 好家伙 原来是掌握了核心科技啊 嘿嘿 那我岂不是发财了 这么多钻石根本就用我呢 以后就再不用愁吃穿的问题了 哎呀 昨晚睡得我脑瓜子疼啊 话说 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见村民种植了一种蔬菜 里面还会掉出钻石来 哎呀 肚子好饿啊 可惜我现在连吃的都买不起 只能吃去年冬天留下来的土豆了 看来我是已经穷疯了 才会做这种离谱的梦 村民们 救救我吧 我想吃口猪肉啊 这个场景 似曾消失啊 好像在哪里见过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不是我梦里的那个地方吗 哎呀 跟这一模一样啊 哎 难道说那个梦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话 那我岂不是 哈哈哈哈 哎呀 不管了 先打掉一个看看再说 嗯 呃 看来我是真的穷疯了 还会相信梦里的事情 这除了小麦什么都没有 哎 这还有一粒甜菜种子 嗯 甜菜种子 我想起来了 梦里面所见的那棵蔬菜 好像就是甜菜根 难道说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这样 我再相信梦里面一回好吧 事不过三 这是最后一次了 先把这棵甜菜种子种下去 让村民们帮忙拔了一下 等明天再过来看看 day two 哎呀 又是美好的一天呐 走 去看看我的甜菜长得怎么样了 嗯 这怎么还没有长出来呢 不过周围全被村民种上了甜菜 哎 不过村民真的有这种技术吗 越来越觉得我做的梦是真的了 我得弄点股粉 给甜菜加快一些生长速度 接下来就等明天了 day three 哎呀 又是美好的一天呐 因为我今天的甜菜根就要成熟了 我要把它们打掉 看看会不会掉落钻石 我这个鬼鬼 这 这难道就是梦想成真吗 看来这个村民的甜菜种子 确实不一样了 我又去隔壁村借了点股粉过来 把其他这些村民种的甜菜 也加快一下生长速度 OK 都差不多了 接下来开始收割 呵呵 种的钻石简直不要太爽 而且还有甜菜种子 就相当于拥有了无限的钻石 这还得多多感谢村民啊 哈喽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刚才展示的呀 就是今天的数据包了 内容比较单一啊 就是种甜菜根呢 可以获得钻石 算是一个功能性的数据包了 可以让我们获取钻石的难度 大大降低 不过 要注意的是 必须要完全成熟后才行 其他的都只会掉落种子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